好 為您超過最新的司法消息 這是北檢持續偵辦金華城案 早上你看到是五度戒題 彭正聲外 今天下午戒題朱雅虎 以及首度戒題 應小微的助理吳順明 今天的關鍵是查金流嘛 連線給記者姚怡婷 好 主播 各位觀眾 檢方是持續來追金華城案 那麼今天下午呢 北檢是不只戒題了 贊押被告也就是 前頂院開發董事長朱雅虎 也首度戒題了 應小微助理吳順明 可以看到呢 他們兩個人是搭乘同一單球車 依序走在隊伍的最後方 雙手背上靠在罰警 陪頭下是步入這個地檢署 不排除呢 檢方就是要針對這次財務的金流 以及收受會情形 持續來釐清偵辦 尤其呢 因為朱雅虎在這個檢方的 信任過程中 他已經產成行賄 過程當中 一次呢 他是有這個行賄 公務員以及非公務員的角色 大家就在猜測 這個白手套 是不是就是應小微的助理吳順明呢 所以呢 檢方為了釐清這一部分呢 今天下午是一口氣 借提了在押的兩名被告 也就是朱雅虎和吳順明兩個人 其實呢 檢方今天上午呢 也已經是第五度 借提了這個彭震生 是不是又有掌握新的證據 或是新的進展呢 會持續在為您掌握 以上最新 現場消息來關心金華城 按進入到倒數的關鍵時刻 不過前兩天 雙北市放了颱風架 也讓檢方暫停了進度 今天已經恢復正常上班上課 會不會有進一步的動作呢 現場連線給記者姚怡婷 怡婷 好 主播各位觀眾 帶您持續來關心 金華城的最新進展 由於受到颱風的影響呢 所以呢 北檢這邊也是放了兩天的颱風架 勢必呢 就是要趕在平日的最後一天 也就是禮拜五有所新動作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球車抵達之後呢 今天北檢提訓的是 前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他下車呢 同樣也是走在隊伍的最後一人 而且呢 是穿著北索的藍色外套 那其實呢 因為現場有媒體 是有喊話 問他說他有沒有要這個認罪 他其實臉上有透露出 淺淺的微笑 難道代表了其他什麼意義嗎 那麼北檢呢 今天是第五度來傳訓他 其實原本在這週 10月1號的時候 就是第五度要先來傳 要先來借提這個柯文哲 不過呢 他是不願映訓的 檢方呢 是考量說 他有可能身心狀況不太好 如果強制的 要他來北檢這邊映訓的話 可能不會呢 有所新進展 所以決定要改其他天 再來借提他 那剛好又碰上了這個台風架 所以呢 勢必 所有的偵辦過程都有所抵累 今天呢 要趕快有新動作 就是呢 先來傳喚 出來借提這個彭震聲 那麼可能就是要來釐清相關的貪污 以及收受會議的金流了 那麼其實越智中間有個關鍵人 也就是朱雅虎 他認了行賄 會不會呢 也是從朱雅虎的口中要來試探說 能不能找到說其他的新的這個貪污的破口 有沒有提到這個彭震聲 不過判處檢方要也是要來釐清這一塊 那其實呢 檢方今天有所新動作 上午是借提彭震聲 那下午會不會再借提其他的在押被告 像是朱雅虎 或是外界在裁刺白手套 有沒有可能是吳順明呢 這都是大家持續關注的焦點 那我們持續在北檢問您守候 有任何最新消息 再隨時為您做找我 要關注的是金華城案檢方 偵辦進入到倒數的關鍵時刻 那麼放完了颱風假之後 今天恢復正常上班上課 檢方也再度提訓了彭震聲 詳細情況連線給記者姚怡婷 怡婷 好 主播各位觀眾 帶您持續來關心金華城的最新進展 由於受到颱風的影響呢 所以呢 北檢這邊也是放了兩天的颱風假 勢必呢就是要趕在平日的最後一天 也就是禮拜五有所新動作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球車抵達之後呢 今天北檢提訓的是 前北市副市長彭震聲 他下車呢 同樣也是走在隊伍的最後一人 而且呢是穿著北索的藍色外套 那其實呢 因為現場有媒體是有喊話 問他說他有沒有要這個認罪 他其實臉上有透露出淺淺的微笑 難道代表了其他什麼意義嗎 那麼北檢呢 今天是第五度來傳訓他 其實原本在這週10月1號的時候 就是第五度要先來傳訓 就要先來借提這個柯文哲 不過呢他是不願應訓的 檢方呢是考量說 他有可能身心狀況不太好 如果強制的要他來北檢這邊應訓的話 可能不會呢有所新進展 所以決定要改其他天再來借提他 那剛好又碰上了這個颱風假 所以呢勢必 所以所有的偵辦過程都有所抵雷 今天呢要趕快有新動作 就是呢先來傳喚 就來借提這個彭震生喔 那麼可能就是要來釐清相關的貪污 以及收受會的金流了 那麼其實因為這中間有個關鍵人 也就是朱雅虎 他認了行賄 會不會呢也是從朱雅虎的口中 要來試探說 能不能找到說其他的新的 這個貪污的破口 有沒有提到這個彭震生 不排除檢方要 也是要來釐清這一塊 那其實呢檢方今天有所新動作 上午是借提彭震生 那下午會不會再借提其他 在押被告像是朱雅虎 或是外界在裁示的白手套 有沒有可能是吳順明呢 這都是大家持續關注的焦點 那我們只是在北檢問您守候 有任何最新消息 在隨時問您做掌握 那麼在金華城的案進展 有一個最新的突破 是檢方的突破 那就是鼎月開發的 前董座朱雅虎 他坦誠有行賄之實 而這的一切是否代表 貪污的金流 已經有重大破口出現了呢 詳細情形交給記者姚怡婷 好 主播各位觀眾 帶你持續來關心 金華城案的最新進展 而檢方這邊是有所突破 勢必是找到相關土利亞貪污 金流收受惠的相關證據 怎麼說呢 因為他在這一次收押了 前鼎月公司的董事長朱雅虎 而他在這一次 檢方約談過程當中 他也坦承了行賄 最後是被羈押禁見的 而我們根據北院的裁定書上面 就能發現出一些端倪 也就是說其實朱雅虎 最後是被依照貪污治罪條例的 第十一條第四項 因為是有重賢給予羈押 不過這一條款 這條法條是什麼呢 也就是說是俗稱的白手套條款 等於說朱雅虎是承認 他不只是有行賄相關的公務員人員 也有行賄並非公務人員的人 也就是一般民眾 那會是誰呢 外界就在猜測說 會不會就是所謂 現在已經遭到收押的 這個印小卫助理吳順明 或者是也就是這一次 一起被收押的李文宗呢 透過手板 帶您來看得更清楚了 朱雅虎坦誠行賄 而李文宗因為涉嫌收惠也是直接被羈押禁見 而在昨天的時候呢 其實檢方首度來借題 就是要來釐清相關的金流去向 那麼另外柯文哲的部分 過去已經四度借題 昨天來到了第五度 不過呢 卻沒有看到柯文哲 因為他是說不願意應訊 而檢方呢 就考量說他其實 這個身心狀況是有所疑慮了 所以呢 如果借題到北檢這邊來訓問的話 恐怕呢 也得不出所謂的新的證據證詞 因此會決定說是責日在進行借題 那麼另外還有個關鍵的角色 也就是審慶金 他昨天呢 也再度被爆出說 需要借戶就醫 而且是第五次了 這一次的身體狀況又更差了 必須要住院治療 所以呢 這個律師呢 是積極的要提出新的這個證明 來表示說 需要申請聚保停壓 不過呢 截至目前 北越到現在都還在評估 到底有沒有需要申請聚保停壓 那麼其實除了這個檢方這一次約談之外 這個朱雅虎坦誠行為 另外還有個關鍵的 也就是說 在這一次的大型的約談當中 找來了多名的威京員工 那員工其實都有說 這些錢都是長官給的現金 用自己的名義來做捐款 給民眾要當作政治現金 是不是所謂的假捐款 真行賄 各位現在呢 這就是檢方勢必 最近要來釐清的重點了 那也不排除 近期呢 會再持續的來相關的借題 或是傳訊 相關被告以及證人 那有最新的情形的話 我們會再隨時為您做掌握